今天是平安夜 不少市民都会外出倒数型圣诞 多种公共交通工具会加强服务 平安夜的下午 尖沙咀一带已经很热闹 港九多处今晚有圣诞倒数活动 警方也有特别的交通安排 尖沙咀海旁一带 中华南桂坊和铜锣湾 日晚6点起会分阶段风路 警方会视乎人流 再决定是否扩大风路范围 多种公共交通工具也会延长服务时间 港铁大部分路线通宵服务 但不包括迪士尼线、机场快线 冻铁线的上水至罗布同罗马州 以及部分轻铁线 巴士服务方面 九巴凌晨起加开5条特别巴士线 另外有31条巴士线会延长服务时间 协助疏度乘客 至于深巴和城巴 凌晨起也会加开10几条特别路线 方便市民外出庆祝 受到冬季季后风的影响 五本港早上市区的气温只得10度 是近13年来最冷的圣诞前夕 我们记者梁家宝现在就在尖沙咀里 外面的气氛嫌不热闹呢 是的 尖沙咀这里的气氛很热闹 尖沙咀这里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市民来到这里了 不少市民放了工都来到这里 看看圣诞装饰感受一下气氛 还带上相机来这里拍摄照片 警方在较早前也隔起铁马 开始实施人潮管制措施 尖沙咀这里现在都算是大风 天文台预测今晚市区气温最低只有13度 市民出门口都要多戴衣服了 由民意康报道 今晚平安夜 尖沙咀周围都可以见到圣诞装饰 虽然天气冻 下午气温徘徊在十几度 但是不少市民仍然爱出感受圣诞气氛 感受一下圣诞直前的气氛 这些是香港的特色 因为觉得这里的气氛很好 虽然冷但我也带它来感受一下圣诞新年的气氛 怕不怕今天冷吗 都不怕的 我帮它穿了很多底衣 有人在街上唱圣诞歌 围观的人都落在其中 有内地旅客专程来香港宽度街节 我觉得香港真的 气氛很好 就是这样 怕不怕冷 不冷不冷 不然也穿了鱼翁过来 天文台预测今晚天气相当清凉 市区最低气温约13度 新界最低一两度 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约17度 展望随后一两天 气温会稍微回升 亚洲电视记者文桥康报道 尖沙水这里越夜越多人 其实今晚稍后时间 广东都会有一些倒数活动 提提市民在宽度街节之外 都要小心个人财物的安全 我在这里的报道暂时是这么多 将时间加分给新闻报 你和今晚是平安夜 在新闻结束之前 让我们的摄影师带大家一起 欣赏一下今年的圣诞灯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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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